先錄好了 檔案總管老師都怎麼看 因為你可能會有一個 然後兩個 三個 有沒有可能再越來越多 有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就搞不清楚這是哪一個 因為這樣這兩個看起來都很接近 而且你有發現要開好多視窗 常常扣檔案就這樣扣來扣去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那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法 有 那第二個 有沒有哪些資料假是老師比較常用的 比如說我常常會用到可能西草裡面的這個檔案 這個資料假 你如果用檔案總管是每次打開之後 我就要去找他一次 那能不能像網頁那樣有我的最愛 我就點一下就直接進到那一頁 這樣不是比較方便嗎 對不對 因為如果那個目錄比較深 你是每次要開開開開 開到好不能找到了 這樣會比較好用 所以我們來跟老師介紹一個這樣的東西 來 您看一下齁 在綠色軟體裡面 輔助工具類 其實檔案總管我有好多個 那我就介紹這個就好 這個 這個 我把它點開齁 來 點開 這裡已經有中文的 所以您就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咚咚 有沒有 好 那打開之後 您可能打開會像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用的樣子 沒有關係 我們上台是這樣 通常我會把左手邊的那個目錄打開 所以我會來這邊 檢視裡面 我的側邊欄 我會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這樣看起來是比較像一點點 比較像一點點 好 好 那麼今天如果 我在這裡 點兩下 好 這個資料夾 比如說你看我在 這個 這個檔案資料夾我常用到 那麼我開了之後 我可以在這邊 在上面按右鍵 不是在這裡按右鍵 在這裡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加到我的最愛 嗯 加進來 好 那這個檔案可能我也比較常看到 好 一樣在這邊按右鍵 加到我的最愛 這樣就加進來了 那下次呢 您就可以從我的最愛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 所以不管你再來 我就點一下就到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我如果像剛剛這樣切換 這樣切換 我這邊是不是就變了 嗯 有時候這樣比較不方便嘛 那怎麼辦 你看 在這邊 你點到它 按右鍵之後 有沒有叫新的分頁 老師有沒有用過IE7 有沒有發現這樣切換會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我今天還有這個資料夾 嗯 我看一下這個資料夾會比較常用 這樣我就可以很方便在這邊切換 所以就覺得比較簡單一些的 那麼它只有用一個視窗 是不是就不會那麼浪費空間 那第二個 如果您有縮小的時候 它就把它縮起來 它會放在下面 它會放在最下面這邊 會像這樣 那所以說你整個在使用上 這樣您會覺得 應該會覺得比較簡易一點 工具列這個連結我把它拿掉好了 這樣就覺得比較OK了 所以我想對老師您在Copy資料什麼 應該會比較方便一些 比較方便一些 你看這樣 我要切到那邊 就點下去就切過去了 欸 常用的資料夾整理好就OK 那這樣綠色的 也不用 不用在那邊安裝 欸 想要用就馬上用 所以這是我現在 比較常用的一個方法 比較常用的方法 給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